再来看到惹上了大麻 反正是阳明大学跟文化大学这两位高材生 他们学的是化工 结果竟然利用自己的专业 跑去种大麻 现在被抓了自毁前程 大麻种在民宅里有178株 为了让大麻顺利生长 种了许多专业设备 增加灯光的照射 使这个大麻能快速的成长 还有自制的抽红口 还有适当的温度 因为灯光换排水 让水电费暴增好几倍 一个月就要7000多元 而专业种大麻技术 完全是祖贤陈建博 靠着自己的专业 和网路交流得来的讯息 原来他是阳明大学的高材生 本身具有专业化工征兆 而他还精通popping舞蹈 曾在韩国比赛拿下第二名 还上过许多综艺节目 大家好 我叫陈建博 今年22岁 今天我要带来一段 让大家眼睛一亮的表演 何宇文 请你拭目以待 还蛮嘻哈的 那裤子看起来还蛮嘻哈的 热爱健美练出的好身材 也曾拿下全国大专杯的 健美比赛冠军 但是因为疏忽了课业 在大四的时候没有办法继续念下去 另外一名共犯林诗良也是大学生 目前就读文化大学一年级 他因为喜欢健美在健身房和主贤认识 共同种大麻 18号学校要考试了 被抓的时候他还随身带着课本在温习 两名原本前途四井的大学生 却走上毒品这条路 断送大好前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